你们这算什么 大晚上到我们家来抢吗 你们就不怕我报警啊 小妹妹 让我们走可以 给钱呢 这个房子都没卖出去 凭什么给你们钱 这房子要是卖出去了 你给的叫中介费 你这房子要没卖出去 你给的就是违约金 你们先说要卖房子 搁几个折腾一通 你不卖了 怎么 耍我 给钱 好 就算要给违约金 那也用不着五万这么多吧 你们抢钱啊 小妹妹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嘛 你知道欠我们 哥几个钱不还的人 最后都什么下场吗 我还蛮想知道 不还你们钱的 都是什么下场 姑娘 你来了 小妹妹 你就找了这么一打手来 我们不是来打架的 我们是想解决问题的 行啊 给我五万 这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五万 我可以给你 姑娘 我们家没有这么多钱了 小兄弟 你还能做他俩的主 钱我会给你们 但我们换个地方聊吧 怎么 你们这么多人 还怕我一个呀 走 走 妈 你别担心 我跟过去看看 你要当心啊 怎么样 微信还是支付宝 我会分期付款还你们 分期 可以呀 五毛息 五毛息 你疯了吧你 是多还钱还是挨打 你自己选吧 分期 可以呀 五毛息 五毛息 你疯了吧你 是多还钱还是挨打 我不是让你照顾好WiFi吗 我不是怕你一个人搞不定吗 把手机给我抢回来 你干嘛 你干嘛 小心 快走 没事吧 没事吧 走 没事吧 过拿 小胖 小胖你怎么样 应该伤到肩膀了 喂120吗 这里有人受伤